現在呢大家都擔心 這個綠色執政給了大家什麼呢 現在呢缺電缺檔 還有青年上戰場嗎 那麼行政展場呈現上任之後 手裝的爭議法案 我們可以看到 也就是針對預告修正 全動法引起了大家的討論 那麼立委黃國書質詢說 目前公告內容會請國防部 在預告14天之後下架 等到各界統整好 再決定是否需要重新提出 這是他3月3號的時候 他做出了一個這樣的回覆 不過今天他說 沒有下架的問題 他說呢之前說下架 只是回應立委黃國書的說法 備詢時是配合立委的用語 才會說下架 但事實上法制上 並沒有下架的說法 因此才會請羅秉承在做說明 未來會收集各方的意見 進行更好的社會溝通 全立以赴將優關國家安全 全動法修得更好 那麼3月3號這一天 其實行政院的發言人羅秉承 有表示說預告期晚就會進入到 後續的法治工作階段 沒有移除下架的問題 但是大家也要來問問了 大謙哥 大家對於全動法之所以這麼憂慮 其實是有很多個層面的問題 因為如果這個有機會 大家仔細看一下 全動法的內容的話 就知道說全動法內容 其實還蠻多的 它不是這麼簡單的 幾句話就解決掉了 那當然在全動法裡頭 包含了幾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個層面是我們擔心戒嚴法 這個死灰復燃 戒嚴重新復辟 然後第二個我們擔心的是言論自由 再次的被民進黨完全的掌控 也就是數位中介法的戒失還魂 但是讓全國家長最擔憂的 是在全動法裡頭提到 要針對我們的孩子 學校的青年 學校的青年進行所謂的造冊動員 是我們看到因為大家擔心嘛 所以蔡總統也擔心影響的選舉 急了發文說 票投民進黨孩子上戰場 不是事實 這是國民黨刻意誤導 讓國防更強 那麼國民黨反問一下 那為什麼修法如果真的像蔡總統說的 那這個行政院長陳建 為什麼說要下架 難道呢 這個全動法修法讓全民皆兵 孩子上戰場 這就是讓國防更強嗎 以及剛剛說到造冊的部分 現在媒體人張宇軒也說了 教育部長潘文中 還有說 行文各縣市要求停止填報 證明說動員造冊早就偷跑了 的確啊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不叫他上戰場 你動員造冊來幹嘛 他們在外面當啦啦隊嗎 在那邊鼓掌嗎 在那邊給國軍加油嗎 你動員造冊 不就是要把他們丟到戰場上去了嗎 否則幹嘛要動員造冊 大家知道什麼叫造冊嗎 就是你的孩子的名字 一比一比的都寫在名冊裡頭 到時候按著名冊一個一個 這個徵招出來 然後就要到戰場上去了 所以其實整個權動法 讓台灣的很多家長 最心中不安的 最擔憂受怕的是 顯然這是在暗示 他們的孩子要被丟到第一線去了 不要以為說今天動員造冊之後 這些孩子都站在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台灣就只有一線 沒有這麼多線啊 台灣的眾生沒有多寬的 所以我們的孩子 也要被丟到戰場了嗎 我們服役的青年已經從四個月到一年了 我們的後備軍人的 這個教招的強度也加強了 這樣還不夠 還要連還未成年未滿20歲的孩子 我們都要丟到戰場上去了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呢 就台灣今天有必要走到這一步嗎 這是今天國民黨不斷在跟人民對話強調的問題 2024年的選擇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不是藍綠統獨的選擇 選了國民黨沒有要統一 選了國民黨要追求的是對話跟和平 國民黨過去執政過八年 八年台灣有統一了嗎 我們有在跟中國道路舉白旗投降嗎 在國民黨執政的那八年 兩岸有和平穩定的基礎 兩岸可以交流 可以彼此互惠 兩岸互相了解 所以兩岸有長遠的和平 我們軍事修兵 我們外交修兵 這是國民黨執政八年 證明給台灣人民看的 國民黨沒有把台灣賣掉 所以接下來2024年 就是另外一次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而且這一次離戰爭是何其的接近 這一次我們已經看到 連權動法這麼有爭議的修法 民進黨在美國爸爸 美國老大哥的要求下 仍然準備強度關山 這個法律有多少的爭議點 我剛才講到的那幾個問題 其實都是台灣社會 引爆了很大的憂慮跟反彈的重點 但是民進黨置若枉文 民進黨仍然要持續的來推動這個修法的過程 為什麼 就是因為背後有美國強大的壓力 所以回到我剛才跟大家講的 美國要養一條狗 美國要扶植一個傀儡政權 它當然要聽話又順從的政權 今天民進黨選擇要去當美國的傀儡政權 所以民進黨只好犧牲台灣人民 只好犧牲我們的孩子 是 我們可以看到台北市議員 戰務委員就說了 這個民進黨一邊告訴大家 兵凶占围 一邊又說戰爭爆發 不用上戰場 這邏輯太詭異了 還有立委來施保說 權動法就是個隱形的警惡咒樣 隨時都會端出來 那麼前立委蔡政委還說 這個全民總動員法 這是奉美國人的命令 要毀滅台灣的一個焦土戰爭 所以他建議增訂了五條文 包含了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蔡委員的部分 增訂了五個條文 認為說這個有一到五條 包含了第一條民進黨 全黨全體黨公職人員 部分男人老少16歲以上 全部都造冊優先名單 還有名嘴 測意 還有投票給主張台獨的 選民全家都能夠加進去 還有主張台獨的政黨黨公職人員 以及像是主張台獨 政黨團體的幹部人員 他認為這些應該都是優先的名單 那麼持續我們再來看到 我們再回到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民進黨也還是擔心 這一次權動法 雖然說影響這個南投 好像影響有限 但他還是擔心2024 還是認為說 不能夠失去年輕族群的支持 所以你如果跟民進黨打險戰 很多招數你就要看 你不能再用過去的招數 譬如講 我們去年9月1選舉會贏 裡面很大一個因素是年輕人 不投票給他 對不對 大家講嘛 票投民進黨 青年上戰場 那時候是一個怎麼樣的背景 國防部長被交到立法院 然後問是不是兵役要延長 那這次呢 這次前動法 大家要講 哇16歲的孩子要上戰場了 顯然他的效果就沒那麼大了吧 對不對 就是說你一樣的東西 又拿來講的話 那是不是效果會遞減 這國民黨要考慮的 沒有一種戰法是可以一直贏的啦 那今天你看到賴清德他的 等於說這一步他贏了他的 位置就站穩了 很多人講陳建仁會來期待他 可是時間來不及啊 因為民進黨3月13號 開始登記 我們今天已經5號了 不到兩個禮拜時間 是 然後登記到17號 如果沒有人來登記的話 民進黨唯一的獲選人就是賴清德 所以最快他3月17號 他的人選就出來了 那這點其實大家也覺得 應該就是只有他一個去登記了啦 就是說以目前的態勢 大概也沒有人可以挑戰他了 因為差距太遠了嘛 那如果這樣的話 他等於說就下來就開始 完全的 部署的選舉 對 那藍金的人會焦慮 我有一年宣布都沒有宣布 那張亞中也要選 就會覺得說有這樣 那朱立倫呢 朱立倫這一半 這一仗打敗了他應該 他應該沒機會了嘛 可是沒有機會他又不宣布 對不對 對 大家記得2018年 那時候國民黨打了選戰 這非常漂亮 先是首長韓國瑜 當想高雄市長 然後2019大家就開始 哇 國民黨隨隨隨隨要選 那時候媒體選是四顆太陽 包括黨主席吳敦毅啊 可是吳敦毅人家最後說 我不選啊 因為其他人都很優秀很強啊 結果還是有五個人下去選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那一種氛圍 那我覺得說 當然你在選舉喔 對方已經就定位的話 那你當然也要準備 至少你 底下或者黨中央很多東西 你就要去張羅 就是說我們如何來面對 因為賴清德他已經定一尊的話 他大概會用什麼方式 來打這個選戰 剛好這一場籃頭選舉 可以當作參考 就賴清德大概會用這種方式來選 因為他覺得我這樣選都選贏 尤其在南京大本營 都被我打了嘛 對不對 而且一個 在地方上經營三十幾年了 當過議員 當過集集政長八年 當過縣長八年 當過立委的 30年經營 又是領養港家族的人 既然被我一打就打敗 他會 他會去複製這樣的戰法 所以國民黨現在 一定要 要完全的備戰 不要認為說 火友宜還沒有宣布 火友宜沒有宣布 有他的困境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 火友宜一定會選 只是什麼時候的宣布一個時間點 那他這一屆當選到現在 連議會都還沒開始開 還沒有開始執行他 你要他宣布 他一定有他的困難點嘛 那我覺得說 南京很多人焦慮 可以理解 但是請燒安烏躁 那我們來看 這場選戰 你就看到了民進黨 現在好像浩枕雨霞 但是因為他畢竟是 中央的執政黨 他裡面有很多東西是可以打的 就好像我們過去打 那打什麼呢 從地方開始打 從新竹棒球場開始打 對不對 從我們桃園有執政 我們桃園開始打 鄭文燦 鄭文燦 啟示大家講的那樣 那個五星級市長現在根本 腐朽不堪 很多東西一拿就拿出來了 對不對 一個連連虧損 虧損了不得了的捷運 他既然請 請了四個副總經理 你酬擁也酬擁得太難看了嘛 全國各地方都有捷運局 捷運公司 人家好歹 是很多人在搭乘的 你是沒什麼人搭乘 你怎麼養這麼多人 很多東西都可以被檢討了 我覺得藍營 現在要把很多過去民黨 執政很多東西拿出來 那拿出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看看 賴清德過去在台南 還有很多東西 對不對 等他要選了 大家把這東西拿出來 一彎兩瞪眼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很多弊案 對民黨沒有太大傷害 如果照最近 陳忠諺的案子 邱莉莉被起訴的案子 對不對 然後要16歲的人上戰場 這些討論話題 好像通通傷害不大嘛 那藍營應該去想想 我們還有哪一些武器 可以在選舉時候拿出來 蔡總統說要照顧大家 不過照顧到哪裡去 現在大家感受到是什麼呢 缺水缺電 這個電又要再漲價 那這個蛋呢 還買得到嗎 蛋也要再漲價了 對啊 所以我那天看梁樂報 一個EU漫畫 有人進來報告總統 現在外面 市面上沒有電 南部沒有水 對不對 西藥房沒有藥 然後市場也沒有蛋 然後蔡總統說 正知道了 他正在看一個電視節目 他說正知道了 他知道了 那知道又怎麼樣 對不對 你今天看了就是來檢視 大家要來檢視是怎麼樣呢 譬如說 你今天如果佛友宜跟賴清德 一起出來選 那你要檢視 佛友宜在新北做了哪些事情 有沒有做到 那賴清德過去自己摧襲五星級 那現在有沒有做到 就是說 他說你過去有施政 不是當名利代表而已 你有施政過 你很多事情有沒有做到 所以柯文哲早早就出局了 因為柯文哲過去做八年 在台北市幾乎沒有一樣做到 他每天在講大話而已 那他現在我覺得他是已經 已經沒有辦法 再讓自己更多的光環 這光環從他卸任台北市長以後 講完他給他好幾次 就是在發燈的時候都一直讓他去 那接下來他去趁白沙屯馬祖 然後又去騎腳踏車 那已經是夕陽西下了啦 沒有太大那個 為什麼 因為你被老百姓檢視 你過去講了就做不到 柯文哲最有名的政見 八年五萬戶 議員在這裡 可以作證 是不是 議員那時候跟他一起選 那時候柯文哲最主要的政見 他有做到 現在習詠勤做三年了 最清楚啊 宏林議員幫我們檢視一下 是啊 那時候柯文哲 我最早講他就做不到 是啊 我們就知道他做不到 我跑台北市新聞這麼久 怎麼會 你怎麼可能做得到八年五萬戶呢 結果最多多少 兩萬戶都不到 一萬八千多戶而已 每天在那邊吹牛 那時候 每天他說 哇 內湖交通很那個 柯文哲講什麼 內湖交通喔 簡單 換個市長就解決了 換了八年 到七年都他說 內湖交通沒有救了 是 大家都記得 所以就是唬爛 那今天老百姓要嫌疾的 就是說你不要聽那些人唬爛 因為他們都執政過 民進黨也執政過 蔡英文已經做了七年多了 哪些事情做到 大家來檢驗啊 對不對 所以用這個檢驗 才是比較好的標準 因為台灣一直 一直說大家浪費台東的力量 在講一些有的沒有 那對於真正的民生 你其實是沒有顧到的 現在台灣的民生在哪裡 沒有水 沒有藥 你其他東西沒有就算了 沒有蛋不吃也算了 沒有藥會死人都老人的 是不是 那如果你連這個都沒辦法解決 那你說你執政的品質都好 那都是假的 好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摸摸水 放通心情 舒緩焦慮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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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